据韩媒报道 金宇斌医患皮炎癌无法入伍 相关人士26日透露 金宇斌在与癌症动中时 收到了入伍通知书 之后再次接受了检查 在去年11月得到了无法入伍的判定 对此金宇斌一位亲戚朋友表示 现在对金宇斌来说 最重要的是尽快恢复健康 因此去年5月开始 就中断了所有的活动 专心接受治疗 为了恢复健康将会竭尽全力 此前去年中 金宇斌被车诊连换癌症 所以中断所有工作专心治疗 年底他久违地 以亲笔性分享进行后 不仅让许多人又见又谢 也不仅开始期待他的回归 不过对于针对某电视节目声称 金宇斌有可能 在今年下旬重启活动的说法 经纪公司做出了回应 那不是事实 目前一切都还未知